登登 見面了 非常開心 又與大家見面 分享屈吉卡 今天所抽到的四張卡 登登 很奇妙 太陽卡的部分 打開心門 做心法 將自身的橘藉油和天地的相連 剩那間打開心門 才能夠突破生生世世的問題 在實修實證中千年無解的課題 此刻一次解決太陽聖的導師 這張卡告訴自己 真的 心門有沒有打開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每一天的生活境當中 有很多的事情的發生 要相信天地為靠 讓自己能夠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所以自己的心法要落實到位 跟天地每天的連結互動 有沒有做得很到位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法 所以千年無解的課題 很多的宗教也在談 但是能不能解決 真的是在超級生命密碼當中 才能夠有正確的方法 第二張卡 封聖卡 抽到的是 不鞠躬 天地間有一種潛規則 越是不鞠躬 功德越是長鄉左右 反之 越是鞠躬 則離功德越遠 一切的成就 都要謝天 謝眾生 謝所有的因緣 謝自己與否並不重要 自己的靈命能否提升 才是 重點太陽聖的導師 這也是告訴自己 我們在做任何事情 一定是只問耕耘 不問收穫 那份收穫是上昌是雨的必然 因為我們在天地之間 很多都是天地的慈愛 天地的愛 還有眾生等等 才能夠成就我們 那我們是透過這些 來歷練我們的靈命 所以一切都是要感恩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抽到這一張卡 也就是告訴自己 是不是 講話當中不自覺 那個我又跑出來了 這就是一個提示 非常感恩 今天太陽聖的導師的 封聖卡 第三張卡 抽到的是 富有卡的部分 做足功課 情緒壓力在自身能量場不足的時候 會特別顯現於日常生活中 所以每一天都要練習心法 內功 外功 必須要做足 才有扭轉命運的可能 太陽聖的導師 同樣抽到這一張卡 也是提醒自己 十二樣功課 一定要扎扎實實的落實 不能因為工作一繁忙 一些事情就會有所干擾就落掉 這也就是挑戰身身世世的習氣 因為要把握超級生命密碼這個系統 系統當中能夠 下定決心 到底自己是要還是不要 所謂這不是用講的 是做出來的 當要的時候 就是努力去做 根本沒有任何的理由 所以抽到這一張卡 再次提醒自己 要很小心的如李柏冰 最後一張卡 得槍卡的部分 抽到的是 反向操作 多數人往往自私自利 貪圖幾身利益 想要索取的可能性居多 所以索取是一般人真正的嘴臉 而既然人們有此喜好 我們就反向操作 做一個有能力可以付出 可以給別人展現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價值 這點對女性或男性來說 都是一樣的道理 太陽聖的導師 感恩導師 今天的卡給自己的提示就是 同樣 只問耕耘 就是繼續做 不要去想說自己有什麼獲得 完全就是 不用去想 因為 個性太會去想 想很多 怎麼去做 怎麼去做 方法想了很多 沒做都是假的 空的 所以這個要做一個平衡 也就是自己不要求什麼利益的心 還沒有達到一個境界 所以就是抽到這張卡 再做一個提示 今天非常感恩大家的聆聽 還是跟大家邀約 非常殊聖的一個講座 愛與感恩驚喜分享會 即將在3月24號 圓林圓藝廳 圓林大道2段99號 下午2點到5點 非常棒的一個分享會 完全是有插碼的志工 家人們等等的 大家發心來完成 我們建議更多 有援的天地寵兒 天地心寵兒來參加 所以 您是天地心寵兒嗎 是的話 趕快來參加喔 明天見